大家對鋼彈的影響是什麼? 是模型、激起人還是漫畫 中興高中,日前特別邀請鋼彈收藏家高浩亭 電視鋼彈的模型、酒杯產品上官的設定 希望後來的學生看到這麼多收藏 都覺得大家感慨 已經有四十二年,歷史的鋼彈 鋼彈有關不斷有創新設計作品出現 而且她的愛好吃,無關大人跟小孩 有人甚至為小孩到出社會之後 都保持對她的興趣 請求這次,想要來到中興高中藏書館 電視鋼彈收藏的高浩亭就是真好見面 就是我同學也有在組一些鋼彈的模型 然後就講出來這裡看看 就看到就覺得這隻就是蠻漂亮 就是也有女性會很喜歡這一隻 就是鋼彈的 怎麼說有什麼元素是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就比如說她羽毛的部分就是 她也有採用這種半透明式的這種 就會整個如果是有特殊比較 那種特殊光打下去的話會 那種可能會閃亮的那種感覺 她都是線橋組成有沒有 線橋打一塊一塊這樣平起來的 以前就想說鋼彈像是那個什麼 超級瘋狂的那樣子 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你的印象是那個 對吧 這些的模型都蠻酷的 就是就是就是這些細節 都蠻那個精實的 很真實的 對對對 所說的模型是台北軍的人對鋼彈的印象 不夠好方基礎 高浩亭安排的那樣 不夠模型 還有鋼彈多關鍵的消息開放 製品上品的新華化 並搭配相關的車 歡叔口底的丁丁 希望讓客人對鋼彈有更加不一樣的實施 那麼很感謝我們大同大學的高浩亭老師 他把他私人的收藏 那麼拿出部分來 來讓我們中心高中來展覽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很沉迷 在這個無敵鐵金剛的卡通 那麼高老師說 我們的無敵鐵金剛就是鋼彈的前身 那我想說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從他的生活當中去找尋 他有興趣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從鋼彈的發展 還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整個鋼彈文化的演變 它也融入了很多 我們傳統的中華文化的元素 包括三國 包括十二生肖等等 那辦理這樣的展覽 我們的學生都感到高度的興趣 高浩亭為國秀一年就開始接受鋼彈 到藝術 畢業時 收藏的東西 鋼彈已經破百萬 不僅過取消收藏當中 好方表示因為已經 這次的電力沒有對外開放 不過未來已經如果比較穩定 歡迎民眾到後來 欣賞其他主題的鋼彈電力 記者新聞 蔡宏報道 收藏